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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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快速化、个性化、定制的模式正成为擅透纺织服装产业的新趋势 它在帮助企业降低库存的同时也实现了高效周转 我们就是五到七天 然后仿当的话就是做到三天 以前就是我们做一大堆货 然后等着客户来卖 但是这个货消费者认不认同 不知道、不清楚 那么现在主要是倚靠什么呢? 后台数据我们来分析 这个产品到底是能不能卖 如果是数据好能卖 那么我们提前可能会做一些灭料采购 会把压缩它的生产周期 实现快速响应和快速发货 离不开智慧化工厂的强大支撑 在汕头 不少纺织服装企业正通过数字化转型 主动对接市场新需求 汕头拉菲伊时装主要生产高端设计师品牌时装 订单往往、小而散 而能够完成如此繁琐的任务 背后是柔性生产的智慧大脑作为支撑 目前 拉菲伊的服装智能生产管理系统 已进入3.0时代 系统可以基于订单货期等数据 形成最科学的生产安排 达到在单位时间内的效能最大化 生产周期比原来压缩一半 上千个订单它把哪些订单先要做 哪些订单先会逆配到物料 它都会系统计算好 我们的生产人员只需要按照系统的 排产的订单去生产 生产周期大大的缩短 提高了整个的流转效率 传统的话平均的话是10天左右 但是我们现在用了这个系统的话 整个生产周期呢 大约在5天左右 对提升一倍 市泰福市拥有广东首家 5G内衣智能化工厂 在这里就连一架也没有乾坤 一架里的芯片 记录每一件衣物的 型号尺寸颜色等信息 而串联起整个生产线的 智能化系统 能够协助工人准确高效完成 从彩片到成衣的整个制作流程 提高生产效率 现在基本上可以做到 所有的衣服不落地 然后他们也不用再费很多时间 去找货 不用去点数 我们用新的软件 一个设备新的技术 来不断的提升 它的管理经验和管理效率 像我们这个车间 进行了智能化的改造之后 它整体的产效 其实提升了30%左右 小单快繁 就向企业生产和供应链上的 特种兵精准高效 纺织服装传统产业的 数字化转型 无疑是特种兵在市场上 屡见其功的强大后盾 随着汕头纺织企业 产业园区加快卖向 高端化 智能化 绿色化 将有越来越多的特种兵产生 并发挥重要作用 协同推动传统优势产业 迸发出蓬勃的创新活力 加快培育发展 新制生产力 构建工商并举的 现代产业体系 第三届服博会 吸引15个产业集群组队参加 国内外客商 齐聚汕头博览中心 推动汕头纺织服装产业 迎来极具发展的新浪潮 第三届服博会是全国最大的 天生衣服产业集群展 新年规模扩大到10万平方米 填补越冬大型展会空白 已成为全国产业集群合作 产业链互补抱团 面向全球市场的国际性展会 满足专业采购商 一站式采购需求 展会吸引 义乌 东洋 朱季 常乐 盐步 小缆 广州 深圳 东莞 晋江 青岛 江苏等全国15大 相关产业集群聚集 其中中山小缆 是中国唯一具有规模性 南市内衣产业板块的内衣名镇 每个展会有专业 首先专业供应链又多 我们今年收获非常可 我们和这边的爆料商 扶料商我们都特性很多合作 潮汕这边都很多 派景链商找到我来 我们希望能够 提供更多的产品给他们 已经特性有意向的 多很多家 浙江省瑞安市是宝南内衣产业集群所在地 福补会上 瑞安产业集群与汕头纺织产业链深度对接 这次来到草山福补会 确实也是超过我们的这种的期望 从整个的规模 还有品类的齐全上面 确实与任何一届的 这样的一个福补会呢 是完全不一样的 而且特别是对内衣品类上面的这么齐全这么优质这么有规模的这样的一次展会 我觉得是非常了不起 我也想鼓励我们 和瑞安本土的优质的那一企业 大家来年一起来抱团 来参加这样的 非常盛大的这样的一个产博会 汕头正起双向奔赴推动地方产业与经济发展 通过福博会全力呈现区域优势 急剧效应和市场竞争力 让此次参会的15个产业集群收获满满 大家纷纷表示明年将继续参展 希望能以地方集群名义 整体打造展示集群实力与名片的特色展馆 我们这次总共来福博会这边参展有20几家 里面分别有成衣板块 也有面料板块 也有辅料板块 昨天晚上有三四家企业 基本上也达成了跟品牌的贴牌的战略合作 估计的金额也超千万 到今年我们有20几家的企业参加 明年我们可能更加多 可能我翻倍 3月30号上午 第三届福博会举办智能时代 纺织服装新制生产力论坛 论坛主题是智能引领 创新发展 深圳市厚实人工智能 山头市郡国基电科技 惠州学院 虚日广东服装学院等单位的代表 做分享交流 探讨纺织服装行业 再加强融合创新 丰富创新应用场景 培养优质人才等方面的挑战与机遇 我们是需要将我们整个行业的全部流程 通过我们的智能制造这个系统 打通以后 把前后端全部串联起来 提高我们真正的提高我们生产的一个效率 还有产业链的一个价值 AI生成式的这个智能 从这个文本或者直接简单的图像输入 这种灵感的输入 然后快速的生成这个真实的这个图像的这么一个能力 在服装这个领域里能大幅度的提升 在这个设计领域的效率 我觉得当地政府和本身产业集群 是非常支持发展仿制工业这件事情 那我们服装学院三个方向 也就是说包括服装工程 服装设计和服装表演 那全面来对接产业的发展 三月二十九号下午 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曾丰宝 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 常务会议 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 视察汕头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 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 和关于燃气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 对千万工程的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 落实省委有关工作要求 研究加快高质量发展 及推进安全生产 百千万工程等工作 会议强调 省委省政府对汕头的高度重视和支持 更加坚定了我们抓好发展 加快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全市上下要共同努力 加快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不辜负上级对汕头的期望和重托 要千方百计 确保一季度经济开门红 按照目标任务 想方设法 补短板 断长板 以更强的责任感 推动汕头 加快发展 千方百计 推动广澳港区三期 海上风电等重点工作 加快突破 形成更多的实物工作量 千方百计 加快重点项目建设 推动年度计划投资 1012亿元的520个重点项目 早开工 早建成 早投产 加快打造教育 医疗 文化 商贸 四大高地 千方百计 推动重大产业项目 有效突破 加快107个 今年计划投资 146亿元的 三星两特一大 重点产业项目建设 全力加快构建工商并举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会议要求 各级各部门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 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平安稳定 要深入开展燃气领域安全问题 专项治理 结合老旧小区改造 施政建设等工作 进一步推进城镇燃气安全风险 隐患整治 加大燃气设施保护范围施工管控力度 规范平装燃气使用 要从严从实推进安全生产 治本攻坚三连行动 围绕重点领域 持续落实重大事故隐患 排查整治 要从严落实 清明期间森林火灾防控工作 进一步压实森林防灭火工作责任 强化野外火源管控 强化值班值守和火情处置 会议强调 要以争取2024年省百千万工程现场会 在汕头召开为目标 加力提速 全面突破 要把握建筑业央企助力百千万工程的机遇 发扬务实作风 认真梳理坐实项目 力争尽快取得实效 要深入做好挂钩联系工作 涉及挂钩联系的市领导各部门 要结合各自职能和被帮扶振接特点 出资金 出人力 出政策 共同推动百千万工程 走深走势 要进一步激发现域经济要素活力 通过百千万工程推动发展 实现人居环境改善 提升城乡面貌 要深入推进绿美汕头 生态建设 继续推进植树造林工作 会议要求 要以对人民负责 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科学规范 有序高效开展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 系统梳理汕头文物和文化遗产资源 全力保护好 传承好 利用好汕头历史文化遗产 会议还研究决定了其他事项 三月二十九号下午 我是召开全市审计工作会议 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 阵阵贯彻落实 全国全省审计工作会议精神 总结二零二三年全市审计工作 研究部署二零二四年审计工作 市长曾风宝主持会议并讲话 强调 全市审计机关要切实增强 做好新时代审计工作的政治自觉 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明确肩负的重大历史使命 坚决扛起审计监督政治责任 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深耕监督之责 提升服务滞效 以强有力的审计监督 议题推进揭示问题 落实整改促进发展 会议强调 要立足经济监督定位 以高水平审计 护航汕头高质量发展 要围绕重大政策落实 开展审计 加大对重大项目 重大举措 落地落实情况的监督力度 通过审计监督 加快经济社会发展 围绕财政财务收支 提制增效 开展审计 以审计力量 进一步保障财政政策 提制增效 把有限的资金真正用到 刀刃上 督促政府 闲置资源资产 有效盘活利用 围绕 确实保障和改善 民生开展审计 重点关注 就业 住房 教育等群众 极难筹判问题 努力将审计监督 跟进到民生政策 和资金使用的 最后一公里 围绕 政风速记 反腐 开展审计 促进领导干部 梳立正确 政绩官 依法履责 担当作为 围绕 审计整改 做好下班篇文章 坚持 审改病重 防治结合 强化结果运用 压紧压实 整改责任 以强有力的 审计整改举措 促进机制完善 政策落实 及问题解决 会议要求 要全面抓好 审计资深建设 持续提升专业能力 加强作风建设 发挥审计的 建设性作用 打造忠诚 干净担当的 高素质专业化 审计干部队伍 以有力有效的 审计监督 服务善统 高质量发展 市领导 林瑞武 李昭 王雪竹 彭从恩 参加会议 3月29号下午 市政府和市政协 联合召开 市政协 十四届 三次会议 提案交办会议 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加强和改进 人民政协工作的 重要思想 贯彻落实 习近平 总书记 视察广东 视察汕头 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 对市政协 十四届 三次会议 审查立案的提案 进行集中交办 部署提案 办理工作 市政协主席 邱一辉 市委常委 副市长林瑞武 出席会议并讲话 市政协副主席 陈胜泉 林一民 蔡荣 陈列峰 黄丽飞 秘书长李祥 参加会议 市政协十四届 三次会议以来 广大政协委员 政协各参加单位 和各专门委员会 围绕党政中心工作 和社会民生问题 通过提案 积极建演宪策 共提出提案333件 经审查立案271件 会议指出 要提高政治站位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 决定性意义 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增强做好提案办理工作的 政治自觉 要树立质量导向 确实提高提案办理工作效能 各承办单位 要客观看待提案内容 科学采纳合理建议 依托业务 推动提案办理 落地见效 要结合提案内容 深入开展 调查研究 分析论证 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举措 严格落实提案办理责任 推动提案办理工作 程序化 规范化 会议强调 要坚持守正创新 以更优质的服务能力 保障提案工作 做细做实 将提案办理工作 转化为 践行全过程 人民民主的具体行动 广集众志 共谋发展 发扬民主 增进共识 合理开创新时代 提案办理工作 新局面 被推动汕头 在新时代经济特区建设中 迎头赶上 做出新贡献 会议通报了 施政协14届 三次会议提案征集 审查的情况 市卫生健康局 市交通运输局 主要领导 做提案办理工作 交流发言 古树名牧 是森林资源的瑰宝 承载着一方 历史记忆 和乡愁情思 是海内外朝人 维系家乡情感的 根与魂 今天上午 2024 善户古树 跟在中华 海内外青少年 守护百年古树名牧 行动发布活动 在豪江区 确实接到举行 向海内外青少年 发出 守护百年古树名牧 行动倡议 践行生态文明理念 助力 绿美汕头生态建设 欢喜和凝聚 海内外朝人的 绿美乡愁 推动百千万工程 走身走实 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 叶贤 出席活动 活动在古运悠扬 轻快舒朗的 潮征弹唱 请春罗中 拉开序幕 现场播放宣传视频 开展 古树下的课堂 介绍全市百年 古树普查 及保护情况 我是现有 古树名牧 1216株 其中 名牧一株 一级古树 17株 二级古树 就是7株 三级古树 1101株 随着代表我市 1216株 百年古树 分布位置的灯光 在地图上亮起 海宁外青少年 守护古树名牧行动 百校守护百树 百桥任户百树 两大项目 正式启动 将开展 百所学校 百位桥后代 守护任户 古树名牧行动 以小户老 寄托乡愁 四海同心 位律充值 汇聚海宁外力量 守护古树 讲好律美汕头故事 为国际朝团朝商 两大盛会召开 营造良好分威 助力做好 新时代 桥的文章 古树 也象征 我们的 海外这些 华人 华侨 跟在自己的家园 以后我们也会带 很多 我们的华侨 华人 来 任养我们家乡的 古树 守护我们自己的 跟守护我们自己的家园 活动中 市文明办市教育局 向海内外青少年及全市市民 发出守护行动倡议 呼吁大家做守护古树 名牧的捍卫者 宣传者和实践者 主动护律 尽心爱律 积极流律 其今守护古树名牧 共同宣客 律美相酬 今后呢 我会从自己做起 从身边做起 以小护老 带动亲友 和影响大众 一起参与到 这个全民 殖律 护律 爱律的行动中 在独木成林 树荫覆盖面 几近十亩的 一级古树 腰沟松下 文明播种人 与小学生表演 朗诵 同声合唱 等节目 古树育人 故事润心 同学们还在古荣树下 聆听古树故事 并贴上守护古树 心愿卡 573年 我是第一次见到 长这么大 活这么久的古树 我觉得里面 印象让我最深刻的是 这棵树活了573年 我会把这个故事 告诉同学们 我们一起来保护古树 3月29号下午 2024年 汕头市文庆百千万活动 继首届 乡村龙洲文化集市 在城海区连下镇 承阳刚村启动 活动为文庆百千万文化使者 颁发聘书 并宣布 首届乡村龙洲文化集市 系列活动启动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叶贤出席活动 活动由市委宣传部 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市文联 汕头荣美主办 市龙洲运动协会 城海区连下镇政府 承阳刚村委会承办 农行汕头分行 冠名支持 活动中 潮剧表演艺术家方展荣 市摄影家协会主席 陈培秋 朝阳区中京音歌队教练 郑光岩等文化工作者代表 围绕文沁百千万 推动文化双创双促 做行动宣言 城阳刚村党委书记 围绕百千万文化 进乡村分享感受 十位文化工作者代表 货班文沁百千万 文化使者聘书 作为今年文沁百千万 活动启动的首个项目 汕头首届乡村龙洲 文化集市系列活动 同步启动 现场举行龙头点睛仪式 接下来 该系列活动将依托传统节庆 在全市各村社区开展 传统龙洲比赛和文化集市活动 将文化传承与文旅开发相结合 打造汕头乡村龙洲文旅IP 活动还举行文艺展演 舞龙 双咬鹅舞 潮剧桃花过渡 表演唱 少年游等节目精彩上演 现场设置龙洲文化创意产品展示 丰富多彩的活动 赢得群众们的一致好评 我们这些人必须到农村去 必须到城镇去 跟群众打成一片 了解他们 懂得他们的审美 把我们的戏曲 跟他们需要的审美 搞出好的作品 这才是人民的作品 汕头潮越团将花辉专业优势 组织潮越潮取名家 深渣乡村 市区 帮助提升乡村 潮越市的演奏水平 丰富百姓 精神文化生活 以文化护能百千万工程 高质量发展 陈阳甘村 将以十十百千万工程为契机 以保持传统风貌 留住乡愁记忆 延续历史文败为主基地 努力把陈阳甘村 将成为潮汕文化 传播长势 及传播重要的窗口 让更多群众深入了解 主动参与 潮上优秀文化和飞移项目 共同谋求文创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今年 我是各企文化文艺力量 继续开展文庆百千万文化使者行动 推动文化双创双促 各文化团体 艺术机构 广大文艺工作者和文艺志愿者 深入基层 扎根基层 以推动基层文艺创作生产 开展文化培育和志愿服务等形式 定期到我市各村社区 开展结队送文化 提供多样化文艺培训 覆盖60个镇街道 60个村社区 派出60位文化使者 总计80个结队项目 并在开展培训的基础上 组织举办村晚 让群众演群众乐 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产学研是推动 新制生产力发展的关键路径 今天上午 我是举办产学研面对面 化学化工产业专场对接会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推进化学化工产业创新发展 与体制升级 高新技术企业加合生物科技 从事氨基酸产品 全流程生产工艺研究开发 解决非动员高端氨基酸的 重点技术问题 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 打破技术垄断 实现国产替代的关键 带着这一目的 企业走进产学研面对面 专场对接会 我们一直专注于 就是蛋白质分解成氨基酸的 氨基酸的这个 医药集的氨基酸的生产 我们目前的话 也是在参加这个国家工信部的 就是叫高质量发展 高端氨基酸一条龙 我们希望通过跟高效的合作 跟这个高效实验室的合作 多短我们氨基酸产品的质量提升方面的研发周期 然后提高生产效率 化学化工是我是打造新材料产业集群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我是锻造的科研能力厂板 产业体系应实力 此次对接会邀请化学化工领域的专家教授 与汕头高校企业科研机构现场对接交流 国家超算汕头分中心落地以来 已跟汕头企业高校院所等达成合作项目近百个 超算作为计算领域的前沿技术 在化学化工领域应用前景广阔 超算可以大大的降低我们现在的前期的这种研发成本 和提高这种科技创新的这种效率 我认为现在我说你这些东西我们用大模型的话 它会改变很多传统行业里面的固定的一些思维和方法 可以通过我们的数据的这种采集 包括对他们的这种大量的数据的分析挖掘 去发现他们现在生产里面存在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最直观的就是节能争效这一块 我是高度重视发展化学化工产业集中资源要素 推动产业链价值链迈向中高端 同时加强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的产学研合作 为化学化工产业集群发展和科学技术突破 注入强劲创新动力 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新制生产力 近年来我是举办产学研面对面对接活动 观众朋友今天的渗透新闻播送完了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感谢收看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